以前的童谣有一个叫做王老先生有快递 有没有 部长你听过吗 王老先生有快递 一呀一呀有 我现在你要发几百亿来建这个水库 那个电视报导说 一年我们自来水漏掉的 不止一个十门水库的水 那何不把那些钱来做这个水管的泰犯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建议 是 这个院长非常关切 我们会积极来 然后我们苗栗已经有五个水库了 建坛 大坛 明德 允和山 礼仪坛 还有支援新竹 支援台中 但是水库多并不是什么坏处 但是不要在相亲担心的情况下去做 谢谢部长您刚刚有这样的承诺 好 那我们这个天花部水库的事情 就到此为止 谢谢 接下来 當他要完工之前的八天 第三河川級的巡查員去告訴他 說還不是告訴他本人 是告訴他工人或者是在場監工的建築師 說他們蓋的房子是在河川治理區 要他拆掉 院長部長他該不該拆 委員提到了這個個案 那這個部分確實他那個區域是 劃設為河川治理區域 我就請他問他該不該拆 因為地方政府沒有 該拆嘛 他這個誤發 該拆嘛 該不該罰 該罰嘛 隨罰的還是我們的前部長 現在我們的審副院長的署名的 當然這個分層負責 不見得是他自己本人知道 所以說部長 院長 燕王啊 他要蓋之前 他不是違建啦 他有 卓蘭政工手的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是地方政府應該是 他有苗栗縣政府的建造執照 有政工手的同意書 有縣政府的建造執照 他去蓋房子 工手都不知道 縣政府都不知道 你叫土地所有錢的怎麼會知道 當然他不滿 罰了他205萬 當然是照那個面積算的 水利署如果照著他夜館的立場 不考慮那兩間公手跟縣政府的執照的話 還稍微情有可言 他到櫃宴去打這個 住院委員會 結果 整本的住院委員會裡面 沒有一個知智騙語 規則於公務機關 巡查員 為什麼在人家蓋 剩下八天的時候 才去告訴人家 你蓋錯地方 為什麼公手會發同意書給他 為什麼政府先生委員會發建造給他 他們都不知道你叫他怎麼知道 打到貴宴的行政書院委員會 主文不回 書院不回 就是要罰他205萬 這個詹老先生 他被罰了以後 孩子們不敢跟他講 等他有一天到農會要去領 錢買肥料的時候告訴他 你的腹頭被查封了 意義寡翻 不到兩三個禮拜 去世了 他的太太 他11月去世 他太太也在 同一個年份 去世了 差幾個禮拜 還是差一個月 結果孩子們想說 讓他的爸爸不能帶著這個債務上西天 兄弟姐妹錯了205萬 把那個罰款先繳掉 然後再去打那個書院委員會 書院委員會 怎麼會這麼無情無義 怎麼不會考慮到 他是無辜的 他有同意書 他有建造 你還要這樣駁回他 行禮法 行不講 禮也不講 法的裡面 行政法法第七條第一項 不是有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非處於故意過世者 不宜處罰 另一同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 依法令之行為 不宜處罰 這個什麼行政 書院委員會了 院長我這麼衝動 這麼激動 我不是對您 院長也不是對部長 怎麼這麼無情無義 冷血的這個審議委員會 這個比NCC 更加四 他叫NCCC 委員這樣好了 有完忘沒有啦 委員我聽你這樣講 這個錯應該錯在花給他建造的 這個這個 治理的這個七億 你至少不要說所有的所有錢人都知道 你至少要讓地方政府讓他知道 地方政府都不知道 你叫老百姓要知道 這個都有公告 地方政府確實是都應該要知道才對啦 委員這樣好了 現在我們只能祈禱他 現在在打行政訴訟能夠打贏啦 委員這應該這樣 如果這個糾在花造給他的地方政府 那這個責任不應該規則以當事人 剛才委員陳述整個事實是很完整 那我特別請部長 有 書院書都有 貴院都有 那個秘書長 今年一百零九年三葉的這個書院判決 是啊 因為案子還沒有確定 幸好還沒有定案 那如果 一葉了就被剝回了 所以現在是在行政 那如果就在行政機關 不管他是哪一個層級 不該規則於老百姓 他來申請建造了吧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該處罰他 是啊 我讓部長跟 那房子也拆掉囉 那房子也拆掉囉 房子發掉多少錢做的我還不知道喔 他只是希望說把205萬不要罰他而已喔 好 讓整個案子因為是一件個案 整個案子來了解 就如果在行政機關 就不必去堅持這樣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委員 謝謝王部長 謝謝王周